文章来源 皇城根下刀比例 开征房地产税的最大逻辑障碍是 普通人只是对房屋本身享有所有权 但是对土地没有所有权 土地是国有的 属于国家所有 不是个人所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个人只是房屋所在土地的租客 70年的土地出让金 有点像是租金 开发商在拿地时 一次性交纳70年的土地出让金 有点像是一次性交了70年的租金 当开发商把房屋卖给购房者时 相当于把这份土地租约 延续给了购房者 对于购房者来说 由于对土地不享有所有权 相当于只是房屋所在土地的租客 所谓房地产税 本质上是两个东西 一是房产税 二是地产税 对于房屋本身来讲 购房者享有所有权 可以因持有房产而交税 但是对于土地来讲 购房者不享有所有权 没有持有地产 所以从逻辑上来讲 不应该交地产税 如果你租了一样东西 付过了租金 但是却还要因为 持有该并不属于你的租赁物 而需要交税 从逻辑上来讲比较怪异 或者在你付过租金后 由于使用了该租赁物 而需要交税 逻辑上也比较怪异 从逻辑上来讲 征税的一个基本原则是 谁获益 谁交税 东西是出租方的 租金也交给了出租方 出租方对该东西享有所有权 并且收到了租金 属于妥妥的货益方 但是出租方不需要对此交税 却要求成租方来进行交税 要求交税的原因是 成租方在租赁期间 占有或使用了该租赁物 这个逻辑是不太能够讲得通的 因为成租方在租赁期间 之所以能够占有或使用该租赁物 是因为向出租方支付了对价及租金 成租方已经为此付过了对价 而出租方收到了租金属于货益方 此时应该轮到收到租金的出租方去交税 这样的逻辑才讲得通 开征房地产税的最大逻辑障碍 我觉得在这 或者要么未来只开征房产税 不开征地产税 即把房地产税这四个字 变成房产税三个字 但如果只针对房屋本身开征房产税 把地产税因素剔除的话 估计征不到太多税 因为房屋本身不值太多钱 且不断贬值 一个房子的建筑成本 可能只有两三千元一平米 或多或少 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屋 其本身的价值 可能只有二三十万 或多或少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房屋本身不断老化 价值不断贬损 如果按照二三十万的价值成本 来征税的话 一年不一定能征到太多税 且随着时间推移 逐年减少 如果按照百分之一来征税的话 第一年可能是两三千元 第二年开始逐年递减 等到了一定年限时 能够征到的税 可能不一定比征税成本高出多少 现在动辄几百万一套的房子 核心价值不是房子本身 而是房子所在的地价 但如果连同地产税一起征的话 逻辑上不太能够讲得通 而如果只征收房产税的话 可能征收效益不会太高 我觉得这是目前开征房地产税的最大逻辑障碍之一 当然我上面所讲的仅限于逻辑障碍 属于纯理论和逻辑分析探讨 仅供参考